每一个姑娘 都有小姐 此刻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 沉舌而稳定的男子 你也即将荣辱她的生命 不听她的忧伤 你是否愿意嫁给她 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贫穷还是富裕 你也都将陪伴她 一世 一世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掌声入国 崔范的纸黄 是你们对爱情的忠贞和敬畏 凝聚着你们所谓的承诺和誓言 也是爱神的使御者 赖典你们的信仰 有请 每一个大家 了解 请你们将这两位崔范的纸黄 逼你们的胸口之上 在你你们心放最近的地方 用你们的体温 求问她 去以政府和妻子的领域 守护 困难 就请你们拥抱并亲吻 第一次吧 我们拥抱 我们拥抱 我拥抱 不拥抱 它是跑 citizenship 使用我们的机会 你拥抱 什么 你拥抱 你拥抱 我拥抱 你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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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 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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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呢 干啥呢 你干啥呢 干啥呢 回嘴 回嘴 好 没事吧 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事吧 那个 你没事吧 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一个解释 七娘母 七娘母 真是对不起 您慢 洪琪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你看你给七娘母 倒个气 快点 快点 干啥呢 怎么回事 刚蜜 这是我送你的结婚礼物 上打渣男 下打小三 高大胜 干吗去 你不赶紧 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今天是我儿子大喜的日子 你们要干吗 不是 不是 轻点 谢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的婚礼 散了 都散了 老公 老公 走凯 你先走了啊 走凯 小心 小心 慢点 没事 每个东西就轻轻 老公 感到我 这都这么回生日 等一下 没事 好了 没事了 你看 没事了 我走了 嗯 没事 谢谢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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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没事 conspiracy 不需要 那个 我今天的任务 似乎已经完成了 我是不是可以 赶紧走 回见 回见 谢谢啊 王卓 在这 到你了 下一个阳光准备 你过来 事呢 就是这么个事 我小姨之前不认为说 姥姥别生气啊 那王大权就是来凑数呢 洪琪这一闹啊 真的挺丢人的 说实在的 这都平时一门给惯的 我就说过 不生孩子的男人 不要孩子的男人 都不是好男人 特别是一个外国人 妈 我 那个 你别往心里去啊 没大事 咱洪琪心特别大 这点事在她那儿不算什么 她能平衡自己 我姥姥 我管不动她了 你管了 姥姥 你看啊 我小姨那么漂亮 然后那么年轻 又能赚钱 肯定有市场 都四十了 还有市场 这女人年龄就是资本 她这么大年纪 那不好找 舅妈 也别这么说 现在什么年代了 那都不是问题 刘爱啊 闭嘴行吗 不说话能憋死啊 我觉得今天这事吧 这么说 不管怎么着 是因为红旗而起 对吧 妈 跟人家高密没关系 所以呢 咱别都窝在这儿了 到外边招呼招呼客人 是吧 小姨 也安抚安抚人家亲家 别让高密不好做 对 对 那个红梅这个说得对啊 咱们都现在赶紧出去 得去看看人家亲家啊 你们去吧 我没脸出去 那 那行 那你看着妈啊 哎呀 你们等会儿我 红冰 拔着点 别让他胡咧咧 什么什么 婚礼马上就要结束了 不能结束不能结束 老婆你一定要把我给拖住了 我一定要见见我这个妹夫 你好了啊 高密可以走 新郎给我留下 好好好 老公 到哪儿了 你怎么还不到啊 喂 什么意思啊 非要见妹夫 要出来了 出来了 出来了 哎 准备 来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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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爱宁 来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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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来 准备 准备 慢点 慢点 走啦 新婚快乐 快给小祖宗我放好了 来 再见吧 小祖宗 我兜风去了 捧花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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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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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过去 一 二 接好了 小祖宗我都走去了 要幸福 拜拜 注意安全 二姐 拜拜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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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停车 先生 您不能这样 我是新郎大舅子 先生 我有请点 先生 我有请点 先生 干吗呀 大手 大手 先生 这几人 先生 大舅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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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谢谢 姐夫 高敏 姐夫 这 这是你老公啊 太好了 对对对对 姐夫 这 我介绍一下 邹凯 我老公 他就是我说的那客户邹总 真的 邹总 您好 救人啊 救姐夫 快 姐夫 恭喜 恭喜恭喜 我正好找你有事 恭喜 邹凯 邹凯 喂 什么情况 你没事吧 姐夫 我 我没事 他 他也 她也没事吧 哎呀 怎么早不说呀 如果知道是这种关系 哪至于让阳光丢了工作呀 就是大姑 对不起啊 这邹凯不知道 我一会儿说的 没事 没事 蜜蜜 没事啊 老公 高敏 你给我出来一下 行 那 那个我先出去 对 待会儿交给我 妈 我先出去 好 好 姐夫 邹总 没事 没事 我还没说完呢 你回家啊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说了吗 没说完呀 人怎么走了 怎么没说完呀 喂 我是想跟他说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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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公 老公 我 老公 我 高敏 咱俩今天结个婚 先是你爸 再是你小姑 现在又来个什么姐夫 都是来砸场子是吧 不是 你们家到底什么情况 他们不是来砸场子 老公 你听我解释 我们高家 人口比较多 情况比较复杂 我之后再跟你解释 那 我姐夫的事 你接了帮忙 帮什么忙 你当然得帮了 她是我姐夫 现在我们结婚了 她也是你姐夫 自己人得帮自己人 那我跟你说清楚了 我这个人最讨厌的 就是公私混为一探 以后的工作 你别插手 生气了 希望能够理解 妈 我接吧 行行行 歇着歇着 不用 不用你 小艾 今天那婚礼怎么样啊 哟 别提了妈 可热闹了 得亏我没去 我就知道这种场合啊 乱轰轰的 我最讨厌参加婚礼 特别是大户人家 那有钱人家的婚礼啊 爱讲排场 那更乱 杨光 你别老在电视那儿晃 我当然再都没看清 这是什么节目 这 这是你别再拿爱耍爱讲的 你那它在那儿扫地呢 小艾啊 嗯 你别说你这个可可可可 托斯这小提示买的真好 而且又能拖又能扫 还能遥控 我妈省不少劲呢 嘿嘿 妈 你喜欢就好 嗯 好 这 这高密码 是 是 垃圾短信 你说这高闭怎么也不给咱打一个电话 告诉咱这事到底有戏没戏啊 会不会周改他就 就压根就没看那资料啊 不对 要不就是他知道这事 只不过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自己的盘算 怎么回事 喂 怎么了 大刘 我问你 今天为什么没面试 不是 我这等一个电话呢 我先不跟你说这些了 挂了啊 喂 老公 你过来帮帮我吧 这太多了 我数不过来 数不过来明天再数吧 我之前听人家说吧 这新婚夫妻头有点晚上都在数钱 我还不信呢 这现在不信也不行了 不信也不信 是老人家的 那会不含呢 混血 都是这个人家的 是女儿的 今天是士先生的 这个人家的 人家的 人民的 是 妈的朋友送给她的 就说怎么没找着 可能放红包里放错了吧 你给我 我明天还给她 我不该 借我带两天 你又不是不了解吗 拿她东西干吗呀 过两天我给你重新买个新的行吗 来 给我 我是她的儿媳妇 借我带两天 怎么了 没必要弄得不开心 对吧 你看你刚进门 你打给我 我不该 我就喜欢她 我就要带她 妈 你干吗去啊 我倒垃圾 别呀 我去 我跟那杨光过去 别别别 您 爸 你给你 你在这歇着 杨光 你别一天大脸盯着 那手机没完没了的 多陪陪媳妇 那歇着歇着 慢点啊 我给秘密打个电话 这新婚之夜 给人家打电话 是不是不太合适 你说呢 那就打吧 你 喂 姐 哎 蜜蜜 我是不是 打扰你了 没有 姐 是这样 那个 你姐夫 拿的那个资料 你给周凯看了没有啊 主要是里边有特别重要的东西 关于拿助理 贪污收费的资料和证据 你要是方便的话啊 你 你让周凯 扎点时间看一下 好不好 姐 我跟你说 我现在不好提这事 我刚刚才跟她说两句 她就跟我说 不希望公司混为一谈 她跟你说的 嗯 所以我现在 不敢再提这件事了 行 那我知道了 哎 对了 明天是不是蜜月去了 好好玩啊 姐 你放心 我忍走了心灾 我见机行事 好嘞 想你啊 拜拜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再说了 我老公是谁呀 那么有才华 那么有能力 然后又那么帅气 我相信你很快 就能找着工作的 没事 我往哪儿 你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太紧了 挤着我大孙子 坐那儿 刘儿 你什么时候去产检呢 妈陪你去 还有好几周呢 妈 不着急 妈 您就别操心了 我能不操心吗 我跟你说 这头三个月开而不稳 我得在这儿给你们把大局 好好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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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多少东西要拿啊 哎呦 不多不多 那个 这箱子那么大 宁可多不可少嘛 对吧 这个 妈 您忙什么呢 这是要拆房啊 啊 哎呀 我昨天不是去农浪大吉了吗 嗯 看 我买了农村的土牛肉 你瞧瞧 哎 这一点水没灌 美味一点饲料 这妈 香的 我给你们卤上啊 你别下忙了 这弄得这么乱七八糟的何必呢 哎呀 这一会儿再收拾嘛 你吃早饭的吧 早饭做好了 吃点啊 啊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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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这认身反应 这么香都闻不了 来 你来吃 啊 啊 哎 嘿 嘿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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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好 谢谢老公 妈 早上好 嗯 早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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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喂 怎么了 齐南 哎 你在哪儿呢 赵总问我 你怎么还不来啊 我知道 私职的事是吧 我等会儿去一趟吧 你快点 刚刚一刻叫着问我呢 好 我知道了 啊 啊 伤了 一天都不太成 哎 老婆 啊 你说我这都失业了 怎么一点都不难剩啊 啊 因为你有我 因为你有家 因为有你的地方就是家 哎 对 因为有你们俩的地方 就是家 嗯 我看着 员工来了 员工来了 哎 我都不得了 哎 什么事啊 我这都不得了 我都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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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都不得了 我都不得了 大能人 大功臣呐 您就是好好干啊 千都不亮啊 杨公 您先放 跟着你混了 杨公 杨公 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啊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成功的 真厉害 不是 我有病还是你们有病啊 你看你看 太幽默了啊 凯旋地产的邹总呢 今天早上特意打电话来 指明项目继续合作 并且由你负责 此外 凯旋地产的其他项目 也准备拿到公司来 你开什么呢 干嘛去 杨公 你可是 真人不露相 露相不真人了 您把我的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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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事实就摆在我的面前 我不得不信呢 我只能说 我只能说是你创造了奇迹啊 咱们公司以你为荣啊 对啊 我在这儿还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啊 从今天开始 你就可以重回设计岗了 正好 费总调到杭州分公司去了 你从此你就是费总了 不不不 你从今天开始 你就接替费总的工作啊 你就是咱们的设计总监了 好吗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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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 您这可是挖走了我们的议员大奖 那怎么着 你还不高兴啊 那你以后就得好好让人家学习 好好跟人家合作知道吗 一定一定 杨总公 以后啊 请多多关照 多多关照啊 杨总公 我愿意您的回归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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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总公啊 太棒了啊 我告诉你们啊 从今天开始 咱们就一起向杨总公学习 知道吗 是 好 好 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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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别梦了 是真的 拿来包给我 我去泡杯茶啊 干 我去 高密 什么情况 那凯旋地产突然又要跟我合作了 你昨天晚上不是说搞不定吗 姐夫啊 我跟你说 我这次真没帮你说话 这绝对叫那个 天道 天道酬勤 天道酬勤 对对对 天道酬勤就是这个 你最好 地上 天道 空 他们说要怎么做在哪里 还有 你早就知道 呀 你早就刚才 捐呀 你一定会 小姐 你完蛋了 你改召了 这不是姐夫递来的资料吗 不是的老公 我之前跟你提过这件事 可是你不是一直说 让我不要参与你公司的事吗 所以我就没再说了 喂 立刻给我停掉凯旋家园的工程 还有跟这个项目有关的人员 全部到会议室来开会 谢谢你啊 高蜜 太谢谢了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都跟做梦似的 姐夫 我的蜜月可是因为你给搅黄的 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大餐啊 没问题 只要你不怕长肉 我请你吃十顿都行啊 我不怕胖啊 谢谢 谢谢啊 先这样啊 什么情况 你妹妹使上劲了 看来这邹凯啊 根本不是什么见离忘义的奸商 高蜜还是挺有眼光的 看来邹总是站在你这边了 应该是站在正义这边 对对对 那我们要不要庆祝一下 对啊 是应该庆祝一下的 我得告诉我老婆让她高兴高兴 不行现在上班呢 等晚上吧 晚上我请她吃个饭 给她个惊喜 真是好男人 时时刻刻都想着你老婆 也不想着我们这些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下手 你看我这脑子 你也是重要的功臣呢 午饭我请 你不爱吃日本料理吗 你到门口定个位置 真的啊 那当然 好 谢谢阳光哥 购费了 没事 对 把销售部的都叫上 热闹热闹啊 现在呢 大数据显示 百分之九十八的国人 都有口腔问题 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啊 就是简单的早晚刷牙 就是对口腔的护理 我觉得我们应该推动 预防护理定期牙科检查的 口腔护理新概念 我让你们准备的过后怎么样了 沃沃 你先来 艾总 我前两天去看了一下 咱们公司附近那家 书客的职务中心 正巧人在装修 我打算过几天再去 我们公司和其他竞标公司相比 已经处在掠视了 你让我等几天 我想问一下 你能让投标会再等几天吗 陈他把资料发给大家 对 招标书找到了吗 招标书 招标书我找到了 不用 在我电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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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您没交代啊 好 我没交代就 没有人碰了是吗 对啊 非常棒 在校的各位都是大学生吧 我想问一下 每天在这儿干嘛呢 朝九晚五的 就是为了拿那点洗红测试 浪费时间 浪费青春 你们都是有能力的人 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 我们一起努力拿下这个线 好吗 好 好 您放心爱总 我们 大家 一定努力配合 我们 虽然公司小费 也没什么实力 但是 我们大家 就这点好 没有什么勾心做脚的事情 我们一定团结 全力配合 全力配合 你怎么约到这儿来了呀 放心吧 我已经看一圈了 没你公司的人 你别多心啊 这圈离我们公司太近了 我明白 咱们两家公司 竞争同一个项目 咱们俩单独见面不合适 对吧 怎么样 最近公司好吗 还行吧 对了 书客这个项目 是你跟的吧 没 我在做别的项目呢 没什么 因为之前我在公司的时候 这个项目是我们一起做的 你从头跟到尾 那我走了之后 你对这个项目是最了解的 理所应当是你接手啊 哎呀 姐 我们就是一打工的 老板 让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我觉得这不是你最真实的想法吧 凭我对你的了解 你是一个有能力 有理想的人 可是 理想和现实总是差着一个太平洋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有没有想法换个公司 换 呃 带我公司 继续给我做处理 哎 姐 我知道你这个人的能力很强 但是你那个公司确实有点太 太 太小了吧 这么说吧 你在原来的公司做了多长时间 呃 三年 四年呢 是一个基数 未来的这一年里 你有没有升职的可能 这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 别误会不是你能力的问题 是公司的家族化管理 贾大正的这种性格 他不会让你能力的问题 你想啊 如果没有机会升职 你留在那里是没有用的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姐 我从江西考到北京 读国内Top2的学校 大学四年成绩一直保持在全班前三名 英语也考过了专业八级 我把别人谈恋爱的时间全都用在学习上 终于在毕业的时候得到了这份工作 而你现在让我去这么小的一个公司 我有点不感谢 一个有能力的人 公司的大小是没有分别的 平台最重要 你看啊 现在我们两家公司呢 竞争同一个项目 等于在同一起跑线上 这就像是一个赌注 押装押闲 你自己看着办 杨哥 我先走了 你以后进去 快开 小胖 我这已经下班了啊 你开到楼下告诉我一声 我这就下来了 那 如果我去了你的公司 我的职业规划和前景是什么样子 稍等一下 我给个信息 老公 那个 晚上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饭了 我这边有点事 下次见 这样吧 咱俩一起吃个饭 连吃别聊 好啊 走 走 真不靠 杨总监 都下班了 你怎么还不走呀 你不是约了嫂子吃大餐吗 她放了我鸽子了 临时有点急事 你怎么还不走啊 我正准备走 要不我送您 不用 不用 我这儿还有图纸没做完呢 我做完自己做地线回去 你先走 这什么呀 这是您自己设计的 这是给我未来的宝贝儿子 坐的婴儿车 怎么样 太厉害了 嫂子真幸运啊 能嫁给你这么好的男人 别瞎垮 就这么点屁本事 对了 杨总监 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 我刚刚去找赵总了 然后我也调到设计部了 真的假的呀 真的呀 什么时候就是 就刚刚啊 赵总同意了 是吗 对啊 那挺好 杨总监 你这么惊讶干吗 难道你不希望有我这么个 冰雪聪明的女助理吗 挺好 挺好 我跟你说啊 等过来以后呢 别乱杨总监杨总监的啊 听着憋 那 那我叫你什么呢 杨哥 杨哥 怎么那么社会呀 我知道了 您看啊 咱们俩这么有缘 从销售部到设计部 要不 我叫你师傅吧 师傅 嗯 行 就这么定了 以后啊 我就教您师傅了 师傅 您先忙 我徒弟告辞 诶 杨师傅 方便妙 米狗 有火米狗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让你 米狗 小伙伴 老公 我不是故意放你个子的 你知道我今天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约了小丽 我想让她去新公司帮我 你猜怎么着 特别痛快地答应我了 我真没想到 你说小丽要是去了我新项目 那我肯定能拿下来呀 到时候咱们家经纪问题 你就不用愁了 一大笔分后 老公 这样你就不用受气了 忘掉那个死胖子 你说你在之前那公司 干了那么多年 辛辛苦苦了 到时候来择扰什么了 踏踏实实的啊 不着急找工作 找一个你真正喜欢的 适合你的工作 放心 游玩的游玩的啊 老婆 正好 我才知道啊 一直懂啊 我没被开 我没被开 我不光没被开 而且还回到了原来的设计部 我不光回到了设计部 而且我还当上设计总监 老公 你这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说梦话呢吧 高明没跟你说啊 说什么呀 肯定是高明把那材料交给走开了 走开也看了 他发现那个工地那些问题以后 又把这项目还给我们公司了 所以我才没被开啊 真的 是啊 不然我就得请你吃饭的时候 我 你放我鸽子 我想给你个精心 你就是不让我 让我就是我老公是有才华的 你说让你爹到现在告诉你 你真实 真棒 你俩干什么呢 还不睡觉 你怎么啦 你 我做个梦了 没事吧 来 喝水 好 谁叫装修 老公 嗯 我怎么听闻像咱们家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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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您这忙什么呢 这唱的哪出啊 啊 哎 哎呦 哎呦 您慢点别弄了妈 啊 这跟物业界的 得赶紧还给人家 赶紧用 哎呦 妈 搬把手 慢慢正了吧 哦 您先下来 您先下来 慢点 妈 来 呦 是不是吵着你们睡觉了 没 您这点 哎呀 这都八点了 也该起来了 妈 您这到底要干嘛呀啊 啊 叮叮光光的 呦 多好看呐 哎 他们说呀 怀孕的人啊 多看看这个 那生出来孩子可漂亮了 您看我还买得这么些呢 一会儿啊 那边钱我也得盯一副 否则那边我还可以挂上一副 妈 我先去洗漱 哎哎哎 哎呀 嫂嫂嫂嫂嫂嫂嫂 你拿什么 来 哎呀 妈 您怎么也不跟我们商量上去 商量什么呀 这都什么年代了 您还信这话 您儿子长成帅 这孩子再难看 难看到哪儿去啊 您再那么折腾了 邻居该有意见了 你这什么都不懂 我跟你说啊 这也是一种开教 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有什么科学道理啊 那那刘爱她还追星呢 那不可能生的孩子 长得像那个 小萝卜特糖尼吧 什么萝卜酸泥的 我听不懂 反正我是为你们好 您想想 您这一早上起来 买过大胖小子 你说那心情得得多好呀 你这阳光灿烂的 行行行 没事干 您小柯扫地 快快快 干活去 不是 妈您 干活 干活呀 哎 来 这边 我密点 妈 你一会儿咋就出去啊 爸 我想出去转转 其实我妈也是为咱们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告诉你我妈 老婆 你现在心情我特别能理解 可是我妈呢也是为了孙女 又出钱又出力量 等她过两天她要想我爸了 她自然就走了 别这么说 我跟爹妈 真的 我没这意思啊 妈 刘爱 不是 妈 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进来 我自己家人打什么招呼啊 刘爱 以后啊别用你那些个乱七八糟的 你用这个又便宜又安全 拿着 谢谢 谢谢妈 来 过来 不是 这 啥意思啊这是 妈您正式干什么呀 这些我先替你们收着啊 全收了 妈 全收了 不是 那里边还有我的呢 嗯 再说 再说啊 说 妈这 就 这就要这一个啊 妈 哦 化妆品 化妆品在梳妆台 梳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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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化妆了 住不了门呢 快快 了 没事 没事 别难受了 我妈是为他们好 就这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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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几 赔几 不能收 不能收 没事 我都给你偷过了 偷过了 那偷偷是什么 高总 您的咖啡 高总 你去 去 去 你快别在这儿捣乱了 好不好 热开热开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不喝热的东西 你要烫死我 是不是啊 陈总 喝凉的不好 我还要你教我是不是啊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高总 我不是那个意思 高总 对不起 高总 我不是那个意思 高总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本来看着你 我没有电我 我没电我 让你电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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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amor 你别闭了 我要电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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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杯 她不是结婚很多年了吗 好像是因为生不出孩子才离得婚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啦 那个宝洁阿姨都看到离婚协议了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 天哪 人家小三都快要生了 现在离婚协议还写这个 当然不是啦 那你怎么知道的 八卦嘛 当然隔墙有耳传出来的啦 结果顺风耳 再说了 我们又不瞎 红膜这状态 这脾气 天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八成 都不来那个了吧 红膜就没有那个吧 接电话呀 不是我的呀 你的吧 也不是我的 喂 我正在卫生间呢 我来大姨妈啊 肚子好痛啊 大姨 在哪呢 我还能在呢 在公司 我去公司找你待会吧 我不是离婚了吗 太日子过的 真是自由自在啊 又没有孩子做拖累 我才知道什么叫有钱有闲 我跟你说啊 没结婚的人才拼命想结婚 离婚的人谁还想结婚啊 我就一个人下半辈子好好过 你就放心吧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一会儿见 一米 姐 好无聊啊 你是不是都把我给忘了 这我可是因为你家阳光 才没去上蜜月的呀 我知道我欠你的 中午请你吃饭行了吧 我就等你这句呢 我先去换衣服啊 我一会儿把地底发给你 好嘞 拜拜 来 哎呀是的啊 真是的啊 高总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给你骑热咖啡了 我 擦擦眼淚 你沒什麼錯 別哭了 我們錯了 對 我們錯了 你們倆哪錯了 我 我們 工作時間 舍閒片 我雖然嚴厲 我都在工作上和你們就事認識 我什麼時候因為私事罵你們 我們年齡不同 經歷也不一樣 我不苛求你們大家能夠理解我 我來想跟你說 麻煩你明天早上 還是給我買杯熱咖啡 謝謝 你 你怎麼了 他變了 我的天哪 人家戴衛是美國籍 將來孩子也會是美國公民 到時候我們一家三口 都要去國外定居 是吧戴衛 所以說呀 紅魔應該不是丁克 是壓根輸不出孩子 紅魔是根本沒有那個吧 你 什么 刘爱 你疯了吧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能拖到现在 跟你这话说呢 那我不是刚到新公司吗 我忙得跟鬼一样 哪有时间处理这事啊 刘爱啊 刘爱 你真是铁石心肠 等一下 姐 你去哪儿啊 我让你出来 是帮我出主意的 不是让你来骂我的 在我心里 我已经把我自己骂了一千遍 一万遍了 就不劳烦你了 好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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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知道 我知道 姐 我刚才是一时激动的 姐 姐 你这么想 这你婆婆带着钱 和一腔热情 来看望怀孕的你 结果发现你流产了 你还瞒着她 你觉得她会怎么样 会杀了我 所以流产这事 你得赶紧说 我知道 可我怎么说呀 你说这躲得了 冲一躲不过十五啊 是啊 得说 可是你用什么姿态说呢 用什么姿态 你的意思是 我还得跪下 这跪着倒不至于 但是低三下四是肯定的 刘爱同学 你现在就得清楚地意识到 因为你已经错过了 最佳的坦白时间 所以现在问题已经升级 但面对一个已经升级的问题 所有话语权就在对方手上 姐 在我看来 你现在就应该赶紧回家 甚至连喝一杯水的时间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回到家 你就拉着姐夫的手 开始哭 梨花带雨地哭 怎么惨怎么哭 说你心痛得无法呼吸 然后拉着姐夫一起去你婆婆面前哭 那我要是哭不出来呢 你哭不出来也得哭 姐夫最近刚生了纸 又长得一表人才 哎哎哎 打住打住 你说的那是你姐夫吗 是我姐夫呀 姐你别笑 你今天要在你婆婆面前哭不出来 保不起明天 就跟高大上似的 得在情敌面前哭出来 没那么夸张的 你别笑了 喂 爸 现在 我在外边那个 好好好 我这就来 这就来 妈 妈 阳光 我回来了 妈 人去哪儿了 老公 你在哪儿呢 好 各位 那我们继续 那出为人父人母的时候呢 在生产之前啊 都会产生一定的恐惧的情绪 这是非常正常的 比如说怕出血 怕痛 怕难产 怕孩子畸形 还有呢怕自己坚持不住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这一系列的恐惧呢 会引起我们的焦虑不安 而焦虑不安 又会导致于你的心率呼吸加快 肺内气体交换不足 所以它会产生 很严重的一些后果 比如说 人家都七八个月都快升了 咱们这也来早了吧 没想想 人家学习一下 所以这是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告诉你吧 这是我妈抢的名额 第一节可免费试听 这各位啊 都已经为人父母了 咱们做事一定得靠谱一点 我跟大家去讲的内容呢 很多是在你们顺场当中 都会遇到的一些 紧急跟危机的一些信号 如果你现在不认真听 到时候会引起什么呢 孩子宫内缺血缺氧 这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要听仔细一点好吗 好 那我们继续 那接下来呢 我会教大家一些 实用的技巧跟方法 那比如说 我们今天新来探讨的呢 叫呼吸法 我们先请一对夫妻 来给我们做个示范 来 就你们吧 来请二位上来 我们给大家做个示范 别 那个 我这还早呢 你看他们都快生了 让他们去吧 这早什么呢 再早早不过九个月吧 没问题的 来吧 来 来 大家给点掌声好不好 来 放心 好 后卫呢 接下来呢 要跟着我一起坐 来来 请我们的孕夫到这里 我们呢先要双腿跪在垫子上 对 然后呢侧身躺下 侧身 好 在躺下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记得双手要向后撑 双手后撑 下额微微抬起 对 双腿打开 好的 这个时候呢 骨盆向上提 丈夫呢在这个时候 可以拖着妻子的腰啊 这样呢 可以帮助妻子来保持平衡 没错就是这样 好 那大家接下来开始呢 跟我一起练习呼吸 我们先来 吸气 哎 闻鲜花一样的感觉 对 没错 呼气 吸气 对 没错 呼气 哎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 肚子里的孩子会动哦 胎儿在肚子里呢 开始有活动了 哎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这是他与你们呢 第一次的互动 哎 这时候呢 他们很愉悦 他在跟你们做游戏哦 真的很大 我叫宝洞了 怎么能不能给你动啊 哈哈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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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那我 这上这瞌儿 你懂什么 你这上 我来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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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和奶奶来看你了 我们这还小 老师 我们家这个没动静 没痛没关系啊 说不定孩子在睡着了 我说了还小 这点睡觉不合适吧 把他叫起来 你这几个月了 哎呦 怎么了 我这 怎么了这是 没事 我腿有点抽筋 哎呦 哎呦 抽筋了 哎呦 老师 你可得小来点啊 快点吧 真是肚里还有孩子 没事 真没事 没事 我给你揉揉 烧点吗 好多了 没事 没事 你确定吗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啊 我跟你说难受就得说 还是去医院吧 去医院踏实 万一影响孩子呢 我知道 哎呦 你懂什么呀 还是去医院 走走走 去医院 不用去嘛 妈 不用看出 对不起 咋了 孩子没了 你说什么 妈还没听明白 其实 在我让新公司上班之前 孩子就意外流产了 我想告诉你个阳光 还是我长不该做 我害怕你们失望 我怕你们难过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妈 我大孙子就没了 我大孙子就没了 咋也没有了 哪儿 我大孙子 你拖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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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拖出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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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跟你和妈 到面说清楚 我妈回家了 感谢观看 老公 你说 你乱想了 我不知了 这段时间 我也不敢告诉你和妈 宝宝没了 你们俩每天给我补 我胖了八斤了 没有 胖点好 你以前那么瘦 我都担心你身体 胖了好 喧火好爆 抱怨 别哭了 别哭了 没事 没事 别哭了 我最后再跟你们确认一遍 我真的能生吗? 您放心吧 我们已经见过了十岁的顾客 人家都生了双胞胎了 请您按时吃药备孕 我们保证明年的今天 您就是妈妈了 行 那我下午就打垮 再见 明年的今天 好可爱 在这儿 那儿哪儿 什么情况啊 红母也会请假 我都来公司六年了 除了出差 她恨不得大年三十都到公司报到 这也太反常了 我看她就是死撑 谁面对这么大打击能受得了啊 前两天 我看她在办公室一个人笑呢 笑得那小一鸣丝恐怖 最近啊 谁也被招惹她 要不然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不要蠻子吧 不然 是哪个人 他前两天 死我了 宝贝 快 快 你可真可爱 拿着 阿姨怎么从来都没见过你啊 你为什么不来我们这玩 妈妈说老板是个魔鬼 会吃掉贝贝的 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 你怎么能撒网呢 高总 对不起啊 我是对带他走啊 你带他去哪啊 我 我 我 来 贝贝 到阿姨这儿来 阿姨带你去办公室玩好不好 妈 阿姨办公室还有糖 阿姨还跟你一起玩小皮球好不好 妈 快来 先进啊 你忙你的吧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怎么了 看来真的是疯了 好嘞好嘞 我赶紧问一下 您别着急啊 好好好 我回头给您信啊 谁啊 牛小姐 催着咱们打款呢 好像特别着急 说再不打款啊 咱就违约了 要不要打电话赶紧问问 买咱房那两口呢 他们那个贷款办完了没有 天都好 25号了 我早说就差一天了 呦 老公 咱要是真给不上钱 他不会真收咱们违约金吧 牛小姐不像你 差两天我觉得问题不大 行 那你忙着 我给他们打电话 行 那我先走了啊 你不要我吃早点了 吃早点 注意安全啊 嗨 你好杨小姐 我正打算给您打电话呢 我想问一下 你那贷款下来了吗 大姐 对不起啊 没批下来 什么 没批下来 那怎么办呀 我们现在是这种情况 你的贷款下不来的话 我们就要给人家赔偿违约金的 我们现在已经在换银行了 那你换的银行什么时候贷款 能批下来呢 我们也在等 你得给我准确的时间呀 喂 喂 刘小姐 您一定要相信我 这事真是个意外 我们谁也没想到 银行不给他放款啊 但是后来钱总算是弄到了 手续比较麻烦 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让我们还几天 银行不放款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怎么筹钱 是你们的事情 是 我的意思 刘小姐 您通融一下 还几天 我肯定能拿出来的 再说了 您现在换买家 也没有那么合适的吧 牛姐 您就看了 这么喜欢你房子的份上 通融一下呗 咱俩也算是趣味相同 对吗 小姑娘 我也不是非要扣你时间 是 我也是签了违约合同的 是 都是白纸黑字 不是我跟你 你要是在合同时间过不了步 我的上下 要找我追讨一百五十万的纹约金 你说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 是 我也是没办法 只能按照合同 给你们收一百万 一百万 来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次凯旋地产改造的全案介绍 因为与之前的方案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需要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 您的电话 我正讲着呢 急事 谁呀 你老婆 不好意思啊 大家稍等我一下 你们先看一眼啊 喂 哎 怎么了 老婆 哦 你一见那牛小姐了 她怎么说啊 要多少钱 一百万 老公 我后悔了 你后悔什么呀 我说啊 咱们那会儿 我老是别心了 把我爸那房子卖了可好了 我等会儿这好事 为什么等会儿弄倒 就给这些本不让你了 宝贝 这不像你啊 你是个战士 确认一百万就把你给吓着了 况且你确定真的是一百万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说那牛姐说的是实话吗 她那上交就那么狠心 让她费一百五十万 她会不会想急着过不吓唬你呢 啊 喂 喂 对啊 喂 喂 喂 你不用跟着我 跟着我也没用的 那个牛姐 咱们再聊聊行吗 你不相信我是吧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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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我 我召集过户 危言耸听的 不是 那这个就是我上家的地址和电话 只要你有本事说服她 我这儿 绝不为难你 真的啊 行 我试试 你试试 我现在打 喂 哎 你好 徐姐 我叫刘爱 对 您不认识我 我是牛小姐 买您房的牛小姐 她的下家 实在不好意思 很冒昧地给您打电话 是这样的 呃 我这边出了点问题 所以呢 呃 您看过后的时间 能不能拖几天啊 徐 徐姐 没什么可说的 一天啊 合同慢事 徐 徐 徐姐 怪了 我说的没错吧 小姑娘 我说你啊 还是想办法借点钱 赶紧过户吧 这样对咱们俩都好 我也想 但是 牛姐真的是挺大的一笔钱 我一下子也弄不到 通了几天吧 就晚几天就可以了 哎呀 你以为银行是咱们家开的 我也没办法的 牛姐 谢谢你几点 九点一十四 记住了老公 中午十二点之前 我们一定要完成 我们的摆办计划 你呢 负责上上下的徐姐 我呢 负责搞定她老公 嗯 三套行动 详细套 是高米的发小的表妹的三舅妈 帮徐姐卖的房 这绕子有点软啊 就是很远啊 那你还嫌 不然呢 有别的办法吗 有退路吗 昨天晚上我说什么来着 拼了拼了拼了 下一个老公 呼气抬起你的右腿 去向后蹬直 脚后跟有力向后蹬 右脚后跟有力向后蹬直 你好 你是徐姐吗 你找谁 教练您好 那个那个 我老婆脚崴了 让我帮着上语堂课回去教她 那你进来坐吧 来 谢谢 鞋子通在那里 好 同学呢 呼气的时候落下 你右腿再去吸气抬左腿 下后跟直 脚后跟有力向后跟 保持顺上的呼吸 腿不要太高 腿低一点 让你去见 垫子 同学 你后面有垫子 好 谢谢 好 呼气的时候 松开双手 将你的左腿 蹬直右腿向后 左腿再次向前 将你的右腿去抬起来 吸气的时候 左手向上去扣住 学姐也好 在这里保持呼吸 抬头向上看 你好 请问您是徐姐吗 您是徐姐吗 你好你好 徐姐你好 是这样 我找你有急事 就是房子的事 昨天给您打电话 您没接 二 不知道一会儿练完的 你有没有时间 咱找他聊一会儿 一 双手在提前撑地 右腿蹬直 左腿向后 右腿向前 还是来到我们刚才的会里 你好 能和您打听个人吗 这里边有个骑车的 非常厉害的 叫军哥的 是哪个呀 你找我吗 你就是军哥 军哥你好 我就说嘛 一看您就是这里边 最厉害 最专业的 够奖了 没看你在这边骑过吧 对 我第一次 主要是今天 就是来读你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军哥 我是想请您帮个忙 啊 你说 您不是有个房子在卖吗 然后尾款也没到 所以一直过不了户 对吧 嗯 你是那买房子的 我是您的夏夏家 因为我跟他过不了户 所以他跟您就过不了户 军哥 看面相 您是通情达理的人 所以能不能宽容我们几天 求求您了 别让律师下律师函 别告我们长矛 我就没有发出过律师函 我这边宽谢您几天 没有你 真的吗 军哥 嗯 谢谢军哥 军哥 放下车 军哥 哎 好嘞 好嘞 哎 哥几个 你们先亲 你们先亲 好嘞 军哥 好嘞 咱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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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一咱咱 咱一口 老公 徐姊和他老公 我已经搞定了 徐姊mos 那边都要靠你了 加油 再次呼气 身体扭转向左 指尖在臀部后侧去点地 脚趾回钩 脚后跟向远灯 徐姐 太老公 我已经搞定了 脚趾回钩不是向前蹦 好 呼气 松开双手 右腿蹬直向前 左脚踩在右细的外侧 再次呼气 身体扭转向右 徐姐 我们已经跟您老公联系了 他说没问题 所以我特意这 君哥 说好了啊 再宽限我几天 谢谢君哥 刚才忘了告诉你了 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跟我前妻刚离了婚 房子判给了她 这事你得问她 问我没用 刚才为什么不说 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说吗 老公 说什么呀 说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他已经不是我老公了 我们已经离活了 没有任何关系了 再说了 你跟我说这个说得着吗 我跟你说 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赶紧走啊 别当我们练鱼江 就是别当 去去 快来 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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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公 你还没跟徐姐说 他老公的事吧 千万别说 那是个大雷 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呢 已经炸了 任务失败 老婆 好 等见面再说吧 来 还脸瑜伽呢 这整个就一爆了瑜伽 来 老公 我觉得咱俩不能就这么认怂了 再想想 肯定有其他办法 已经搞砸了 那徐姐的老公 摆明是在外边有了小三 那徐姐一怒之下 要卖房拿钱 就打算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再加上那个高密发小的三舅妈的同学 把他没弄清状况 所以害得咱们现在弄敲锁的 所以说呀 关系太远的人说的话不能信 死人都能给说活了 你现在说这有什么用啊 那你不是说有第二方案吗 你说说看 真要听啊 不会是什么宋主义吧 怎么可能呢 那你说呀 我的第二套方案就是 再去求求徐姐 特别好 是不是 特别妙 太让我意外了 老公 一心相吸 从哪儿跌倒了 咱就从哪儿爬起来 散发你的个人魅力 征服他 明白了 受不了老公套不上房子 但是 注意尺度 来 祝你成功 咖啡 您的咖啡 谢谢 谢谢 怎么又 怎么又是你呀 你跟着我 干杯 我就是想请您喝个咖啡 顺便为昨天的事跟您道个歉 来 起来 谁让你做的 我在等朋友呢 不是你到底是谁呀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我就是想跟徐姐您聊一下 买您房那牛小姐的事 我发现你们真是真有病啊 追人追上眼了是吧 我和姓刘的打官司 要他赔偿延期过户违约金 这关你什么事啊 按照规定 他已经延期了二十天了 盒头上明文写着 如果超过十五天就可以解除合同 并且他要付我未付房款的百分之二十 这跟你有关系吗 这当然 赶紧走啊 你要是再不走的话 我就报警 别别别 徐姐 那个 真的有关系 您听我说啊 您跟牛小姐要一百五十万是吧 她就得跟我要一百万 这整个就是一连换套啊 我给套在里边了 所以我必须得找您来通融通融 我求求您了行吗 您找我通融啊 那我找谁去 如果这个世界求情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 那我早就是千万付房了 我离了婚就分了这一套吧 你们的事我不管 但是违约金必须收 赶紧走人啊 徐姐 我求您了行吗 您不知道 我今天要是来了 跟您说不明白这事 我回去没法跟我媳妇交代 行了 别跟我来这一套 早就看透了 赶紧走人啊 徐姐 您可怜可怜我行吗 您不知道这事对我来说有多难 这事太重要了 我为了这房子 你先坐下说啊 来 先坐下 您 您 您不知道 说出来也不怕您笑话 就是我老婆吧 在外边 以言难尽 我跟您说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我这心里太难了 这就是演这戏过日的 说实话 他特希望我弄房这事的泡汤了 这样他就更有说辞了 您说我不来找您我找谁 这家家都有本难念的景啊 他外边 那你可得小心了 徐姐 这事我都不敢往下想 您只要帮帮我 这就等于救我一条小命 算了 算我倒霉 我呢 就给那姓牛的再宽限十天 如果十天之内 他要是还不跟我过户的话 那我是还要跟他要那一百五十万的违约金 谢谢您 太谢谢了 谢谢徐姐 你不用谢我了 这十天的补偿款 我还是要要的 好 我承担 行了 该说的都说了 我朋友马上就要到了 那你就先走吧 来 走 走 走 来 谢谢 好 好 好 我知道 知道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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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啊 再见啊 好 虽然说啊 徐姐给咱们让了十天时间 但是现在借钱的任务啊 也迫在眉睫 抓点借 是啊 咱们总共需要借一百二十五万 现在还差多少 一百二十五万 感情这一宿你白忙了呀 啊 一个没借着啊 这阳光谁说的呀 放心吧 我一个电话 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马上把钱送到 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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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老婆 现在状况不一样了 以前我这帮哥们都是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 现在成家了呢 钱都在媳妇那儿呢 话里有话是吗 要不这样行不行啊 咬咬牙子 咱们把小凯给卖了 把小凯卖了 那不是你小老婆吗 你舍得呀 我是不舍的呀 这不是非常实际吗 不行 我不投意 然后 我今天怎么了 以前你不是一直说嫉妒我这小老婆 打算把她给卖了吗 那是开玩笑的 老公 你想啊 咱们俩 有钱了以后第一个大价就是小凯 你那么喜欢他 再说 这么多年咱们跟他也有感情了 别卖了 要不我让大刘找一熟悉的人 给他抵押了 等他有钱了再熟回来 不行 你给别人 别人能爱惜他吗 我告诉你啊 别打小凯的主意 想别的办法 要不你 问问你小姨还有高蜜呢 你以为我没想过呀 你想啊 小姨刚刚离婚 现在一时半会儿都缓不过来 我怎么跟她借钱呀 可不吗 那高蜜刚嫁到邹凯家 本来跟婆婆关系就不好 咱们一个人借钱 婆婆想 秘密真冲我们家钱来的 这点行啊 还真是 几点了 先睡觉 有什么事明天再办 睡 睡觉 能睡着吗 那怎么就不能睡觉 真是 都 心偏大 我还不睡觉啊 睡不着 特别的焦虑 睡觉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啊 天塌下来也得明天吧 睡觉重要 老公 你没跟你那好闺蜜 大刘借钱吗 她说明天给我送钱来 你别管了 快点睡觉 睡觉身体也出问题了 好 快 你甭关我 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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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上 找别人 嗯 好 别 睡吧 这个人就太逗了 他自己说要两只人手的牛排 这牛排上来了 上面带着血 竟然把他给吓着了 妈 这个是我送给您的 一点小心意 希望您能喜欢 放着吧 妈 这是高密精心为你挑选的 打看看呗 我跟你说 这个牌子的东西 我已经有很多了 家里都快放不下了 你拿回去送给你妈吧 你妈肯定会喜欢的 好吗 对不起 妈 我不知道您不喜欢 我下次一定选一个您喜欢的 给您换个别的 真的不用了 妈 我先去上班了 公司还有很多事情了吗 嗯 老公 我送你 好 走 这样 高密 你留下我有点事要跟你说好吗 你先去忙吧 行 那你留下陪妈 哦 坐下吧 好 高密 你看现在 你已经是我们家的人了 是吧 所以呢 我必须要跟你说一下 我们家的规矩好吗 好 妈 您还有什么规矩 您就说 那第一条就是 长辈说话的时候呢 我要插嘴 妈 我 你看 还有就是 我们家呢 是有人做饭给你吃的 但是并不代表 你可以不做饭 所以从明天开始呢 你要学习一些中式的 还有西式的 饮食文化 这样出去有人问你的话 省得漏气 嗯 我说话你能听见吗 她怎么没有反应呢 我能说话吗 妈 说吧 她 我听见了 妈 我都知道了 嗯 还有 你怎么着 一会准备去海边度假呀 没有啊 哦 那就好 那以后请你 无论在家里还是外面 都不要穿这样 过于暴露的衣服 你呢 现在已经是我们 邹家的人了 你出去的形象呢 就代表我们邹家 所以穿衣服 一定要高端大气 不能再穿你身上 这样廉价的衣服了 嗯 嗯 还有 邹凯那个银行付卡 是不是在你那儿 是 之前筹备婚礼 好多东西都要准备 邹凯怕麻烦 直接把付卡给我 让我随便花了 哦 那过一段时间 我要把 这个付卡收回来 你每个月呢 可以去公司的会计那儿 领几万块钱的零花钱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的每一笔花销 我都得过目 妈 您的意思是说 我之后的每一笔花销 都要由您过目 对啊 妈 那我就不明白了 我是邹凯的太太 我已经嫁给他了 这老公的钱 不是应该由老婆来支配吗 为什么我还要 去会计那儿领钱啊 那你就错了 邹凯的钱 不代表是你的钱 那我们邹家可以给你提供 最好的吃喝 最好的衣服 最好的包包 你都可以随便 但是 这不意味着 你可以任意支配 邹凯的钱 明白吗 还有 你别忘了你当初 曾经跟我说过 你嫁到我们家来 就是冲着钱来的 对吧 妈 您误会了 我说我不是冲着钱来的 不是冲钱 那就好 那 我想我们俩的想法 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是 人人 最后 在那里 每天都 我们来 你 你在那里 友好 我 在那里 你 是 你们 你 就是 你 说